华裔设计师陈中山闯荡欧美时尚界是大获成功 日前她来到了洛杉矶与华裔女性一起来分享她的成功故事 也希望大家喜欢她设计的新皮包 一起来看一下报道 华裔设计师陈中山经过自己的努力拼搏 终于在欧美时尚界打出名号 她所设计的Thrive皮包在奢侈品牌领域一军突起 吸引了好莱坞明星的新品牌 目光与其他的国际名牌皮包比肩其名 日前她与洛杉矶的名媛淑女昆商明氏 一起来分享她的成功故事 即此将她所设计的各式Thrive名牌皮包供大家参观欣赏 我们在台湾和香港也有很多明星很认同我们的产品 也喜欢背我们的包 现在我们已经被邀请在Harvard Business School 哈佛商学院有参加一个亚太的论坛 我代表Shenver介绍这个产品 我们现在目前是在网上销售 也希望将来会在中国和香港有一些零售的销售 美国很大的一些品牌像Nordstrom和Barnies都对我们很有兴趣 2002年 陈中山以优异的成绩获沃顿商学院国际金融和国际政治双学位 2009年被斯坦福大学NBA录取或硕士学位 在这期间她一直在美国著名的咨询公司负责市场策划 营销 重组和并购 她的工作对象均是苹果耐克等世界品牌公司 2015年 陈中山凭借她在商场的历练和对奢侈品牌的喜好 创办了属于自己的公司 专为职业与时尚女性设计精美时尚的多功能皮包 并选定意大利一家专为世界奢侈品生产的产家 华裔设计师陈中山成功传达欧美时尚界的成功故事 也被美国的著名报刊包括时代杂志 扑比斯等媒体争相报道 作为她的父亲也感到无上荣光 因为从小她就喜欢创新 在学生时代她就经常有一些新的点子想法 所以主要是她 我们第二代的华人第二代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理想 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她一直为这个理想在追求 所以我们支持她 我们为她感到骄傲 陈中山成功的故事 也启迪华裔的年轻一代 只要能勇敢地去追求梦想 大胆创新 不懈努力 华裔就能在各个领域成为佼佼者 环球东方记者吕玉冲 洛杉矶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